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澳门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习近平对崔世安表示 你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年 在你的带领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稳健施政务实有为 无论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 还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 以及深化同内地的交流合作扩大对外交往等 都取得了许多新的成绩 巩固和发展了澳门繁荣稳定的良好局面 中央政府对你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 希望你始终关心国家和澳门的发展 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继续为一国两制实践贡献力量 崔世安代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市民 对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立临澳门出席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 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表示热烈欢迎 他表示忠心感谢习主席和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关怀 以及对他本人的信任与支持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这些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人士 紧紧围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发展定位 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 在促进澳门繁荣稳定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 做了积极努力 他将继续尽心尽力 支持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为澳门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丁薛祥参加会见